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在刚刚为您报道过 大车有死角 没想到在今天清晨六点多 就发生这样的车祸 台北市在博爱路跟爱国西路的交叉口 发生了这起死亡车祸 这是有一辆垃圾车 也是因为大车的视线有了死角 没看到旁边有机车 转弯的时候就撞倒了机车 当场把机车骑士给碾毙 黑色机车侧倒在地 一双鞋掉落一旁 一大清早 台北市爱国西路博爱路口 发生一起垃圾车 碾毙机车歧视意外 中间男子当场惨死 警方赶紧拉封锁线 将尸体盖上摆布 我在在那里面看 都没车我落下了 落下了我们这家床床 目击者说法 机车骑士原本停在路口 却莫名其妙被转弯的垃圾车撞倒 惨死轮下 整个慢车道被封锁 快到上班见风时间 女警赶紧指挥交通 到底车祸是如何发生 警方将进一步离清情况 中文新闻侯宇祥林柏瑜 台北报道 中文新闻侯宇祥林柏瑜